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6章 内容管理系统3.100 友情链接3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这个小模块给完结掉 那么有几个要做的东西 一个是审核链接 前台显示和更多友情链接 好 来看第一个 审核链接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审核界面已经做好了 好 先升级 升一下版本 3.1 3.1 好 然后进到后台去 admin admin 123456 9864 9864 好 点击审核链接 审核链接有两个位审核 好 其实还要有一个操作 就是修改和删除 那么这边呢 我们说修改和删除 这些东西都很非常非常的容易了啊 因为做了太多了 我们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完成 我们就不去做了 我们只是把样子写下来 然后 在哪 link 打开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多加一个操作吧 我们这边多加一个操作吧 好 点一下 修改删除 哎呀 这边还 嗯 我们这样子吧 修改删除 修啊 这个删 看看行不行 好 就这样子啊 只能这样子了 不然 跳航了 好 那么现在 这个已经有了 修改删除不做 对吧 我们要做审核状态 审核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审核状态应该怎么做啊 审核状态 如果是未审核 要不要审核 要的 如果是已审核呢 就是说已经成功了 我们可以这么做 加个span 然后里面呢 你可以做class在css里面写 我们为了简单 我直接在那边 搭个style就行了 color 等于啊 审核过了就是绿的啊 就是绿色通行证啊 绿色 好 哎 没有 没有绿色 说明说都是未审核 那么 未审核的呢 我们 我们加个这个 我们在审核这边 加一个超链接 好 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 admin link 这个 adminlink 我们提交给另一张页面吧 你提交给自己也是可以的 提交给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为了我们简单一点吧 我们提交给link 我们提交给link 再加个审吧 然后 vel tml 点asp 问号 然后show id show id 等于 呃 这边是循环的 就呃 等于 直接因为是在这个里面的双引号 连接符 加is 括号 cms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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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吧 把这个先关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对不对 点一下 啊 15 16都有了 啊 我们这么来 好 然后我们先再做一个这个页面 然后做这个呢 暂时先把这个两个都拿过来 把这个呢也拿过来 是很重要的 保存 我保存到 3.1的admin下面 这个里面 admin 嗯 link alev eal.asp 好 拿过来 传过来之后 show id先接收 先来个show id show id 等于request 嗯 to stream 好 这个接收过的show id 接收过来 做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判断 这边一系列判断 我们之前都有啊 都做过 我们直接拿吧 我看看啊 哪边 哪边用过的啊 就懒得写了 啊 看看 这边有 show id 第一个是非法操作 啊 不需要非法操作 如果show id等于空货的 它不是数字 就非法操作 那这判断 再判断数据是否存在 啊 那判断数据是否存在 我来写啊 判断数据是否存在 啊 先这么来 这边要写个 is skill setis server secretobject 导致 导致 rod rb report set report 导致 是哪个数据库啊 cms 这张表 the link where 查到 到 id 对不对 cms id 等于 直接加个这个就行了 cid 好 is.open.scule cnn.1.1 好 下面呢 要把这个关掉 close is close cnn 如果有数据 如果没有数据 如果rs.uf 这个是如果没有数据的情况下 对吧 好 那么先写如果有数据吧 如果有数据怎么怎么样 否则就是没有数据 否则没有数据呢 我们之前就应该把它给 提前关闭啊 没有数据就提前关闭 然后因为我们跳 呃 来这句话 嗯 这个 您所 审 审核的 站点不存在 好 把这几个审核一下啊 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有数据情况下啊 有数据 数据 OK 还审核一下 点击一下 呃 点一下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好 但是我 我这么来啊 右击新 新窗口打开 我点一下审核 这边啊 先判断一下是空怎么办 好 非法操作 再判断一下 不是不是入字 非法操作 好 都可以 如果16166呢 好 你所你所审核的站点 你不存在 好 都审核到了 好 那么下面就写这块了 如果有数据怎么办呢 修改 大家看 如果有数据 skill 等于 嗯 update cms link set xxx 找到 where cms id 等于 跟刚才一样 修id 好 这xxx是什么呢 看一下数据库 数据库里面是 这个啊 是 是和否 是和否 这个 cms aleveal 等于什么 默认是否 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tru 就行了 好 最后执行一下 图号 skill 行了 好 这件执行完毕之后 就可以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执行好之后 最后 好 执行完毕 完毕后 跳转 到 跳转到 这个 跳回 跳回 跳回可以先弹出个窗口 就是说 我们 点击审核之后 我们点击审核 弹出 呃 审核成功 对吧 或者就直接这么跳转 好 我们就直接这么跳转了 啊 adme 直接把它跳到 adme link.sp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来看一下 点击审核 雅虎的马云 我把它审核 审核一下 啊 审核 审核了 哎 审核了之后就空掉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呢 不知道 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数据库是不是 有没有勾起来 点一下 好 雅虎的马云是勾起来的 所以我们审核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这边是 空掉了 为什么 它就没有显示啊 它如果是fails显示这个 否则就显示这个 哦 我们这个变量写错了 一也要 好 再来看一下 点击 看到没有 已审核 还有 这边还有个问题 颜色应该改成红的 来强调一下 我在这里加个style 翻译号 color 等于红的 可以了 好 点一下 好 审核 我再点这个未审核 点一下 已审核 OK 两个都审核 审核通过 好 审核通过之后 我们要在前台显示了 好 回到前台 退出后台 回到前台去 那么要在这里显示 在这里显示呢 第一个我们做好了啊 第二个前台显示 有图片的使用 如果没有图片的使用 站点 名文本 好 我们再做两个没有 没有图片的 站点 比如说 新浪 它没有图片 新浪的老总叫 浪浪吧 我也不知道它是谁啊 好 提交 然后再来一个 还有哪个 腾讯 腾讯知道的是 马华腾 好 然后它也没有logo 对吧 它没logo 很穷 好 点击 然后 我们 这个 进入后台 再来看一下 要把它审核一下 123456 2698 2698 好 进去之后我们看 马华腾和新 和浪浪 不 腾讯和新浪 它没有logo 没有的是无 是无 是logo 好 我现在把那个 新浪给审核一下 审核 好 它是文字的 这两个是图片的 而腾讯的是卫生盒 好 卫生盒是没图片的 对吧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再来一个吧 再来个有图片的卫生盒 把它都做一下 有图片的卫生盒 我们找一个什么网站呢 还有什么网站比较大的 嗯 土豆 哎呀 它这个还拿不到 拿不到算了 换一个 新浪 雅虎 网易 还有谁啊 嗯 新浪新闻吧 哦 这个腾讯新闻 好 点一下 再新建一个 这网站叫腾讯新闻 腾讯新闻 政党名 还是马华腾 马天虎 马华腾 好 他也有logo的提交申请 好 申请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点击一下 好 但是他这个呢 这个有点那个了 是吧 这不管他啊 但是他这个呢 大家看啊 他这个 我还是未审核状态 还是未审核 所以这一块呢 嗯 两个未审核 一个是文字啊 是马华腾的腾讯 都没有审核 改一下吧 自改的腾讯新闻啊 还是改成腾讯 腾讯啊 就腾讯新闻 那么就改成腾文吧 好 因为这个 哦 主要是这个太长 是吧 主要是这个太长 嗯 难受 好 不管他了 就做这么多 嗯 好 那么现在 呃 现在就是说 文字和图片 都都没有审核 我们退出 我在前台开始显示 先显示有型链接 这个两个可以关了 我打开首页上的 嗯 好 在有型链接这一块 我看 那怎么显示呢 好 我先要显示什么 图片链接 对吧 然后再显示文本链接 那么这个高度 我们就不够了 也许啊 高度也许不够 所以我们把它调大一点 呃 这边高度是100 是吧 我把它改成200 200 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200有点大 我们改成150啊 150 150之后呢 小了一点 上面有一个文字链接 和图片链接 我们这么写 文字链接呢 我们就用imagine 就给它加高一点啊 图片链接呢 我们就用text 好 分别写上1 写上2 我们看一下 1和2有了 那么我这边要定义一下 图片链接的高度 你要设置一下 DIV点 这个imagine 图片高度稍微高一点 大概是80吧 啊 行高也80 那么文字链接稍微低一点啊 就是40 小一半 40左右吧 40 40 40 好 看一下 好 文字链接 图片链接在上面 图文字链接在这边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它循环出来 看看我们是怎么循环的啊 我们就在这里写 那么这边是link嘛 对吧 我们定link as link skill 那么set link as 在于server secret adodb b.recordset 好 link skill 等于slip from from什么 from CMS 嗯 link 查到什么呢 好 我们在前台显示的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如果是图片链接的话 第一个要求必须是审核过的 第二个要求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图片的 就是说有是图片的超链接 而是图片的有情链接 而不是文本的有情链接 所以他判断其实是有两个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CMS 嗯 审核过的就是错啊 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是图片的地址不能为空 但是我们想想 我们这边一等会儿要循环出图片和循环出文本 你这么一写的话就绝对了啊 循环出就是说 这个web web lock 就不等于什么 不等于空对吧 那么这块可以不写 就写这么多 就等于圈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等于圈的话 图片和文本 它都是就等于圈就行了 所以这块可以做两个循环 两个循环 我里面再判断 对不对 这样是可以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 RS Link RS.open Link SQL.com.1.1 OK 我们这边就开始循环了 现在我要循环什么 图片连接 du where not link rs.uf lop link rs.movienest 好 打印出来 report write 这个打印出什么呢 打印出图片图片的形式 rsc等于单引号 写杠 alt等于 alt写什么呢 写双语号连接符 写上它的站点的名字 我们看看站点的名字是什么呢 是linkrs 双引号 cms web name 就可以了 那么图片地址呢 双引号 连接符 加上一个 linkrs 括号 cms 地址是 weblog 对不对 weblog 好 我们刷新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 好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后台 你先打开来看一下 大家 先用新的打开来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23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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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好 点击审核链接 有几个被审核了 只有三个被审核 两个有login的 lockout的 一个是没login的 好 那么这边是 网易 雅虎是显示出来 新浪也是显示出来 所以说网易出来了 雅虎出来了 好 但新浪也出 但新浪是文本雅 我要第一行显示的是图片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显示的这一句呢 其实还要给他 当然 我现在还要给他加个操链接 链接到哪里呢 就是他的地址啊 就他的地址 他的地址有没有写啊 啊 我们开始就忘了是吧 对 我们开始就已经忘掉了 好 weblogin 再写一个cms link吧 选择一下 这个文本 然后也写个200 好 叫网站的地址 好 这个写好了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因为新增的时候没有了 那我们这边就写一下吧 好 等会我们最后补一下啊 腾讯 腾文就是 news.qq.com 腾讯就是 http 3w.qq.com 新浪是 这边我们先自己补啊 等会我们在后面补 新浪是 sign.com.cn yahoo yahoo.cn yahoo.cn 就有超链接了 加上啊 好 那么再将这个 因为是新建窗口嘛 再加个这个 tagit 代引号啊 blank 新增的 好 我们看看行不行 点击一下 网易出来了 点击一下 yahoo出来了 点击一下新浪出来了 好 行 那么把这边的 括号给取一下 呃 这边呢 我给他加个 none 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none是吧 呃 这个是这个意思是吧 把这个拿到下面来 好 没了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前面只显示 只显示图片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大家来看 这么写啊 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按到 我要按时间的倒许 obye 把它写完 obye什么呢 cms dsc ok 看看他顺序倒过来 倒过来 先让最前面 yahoo在中间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 做个判断 做个什么判断呢 好 如果 link rs 括号 cms 什么呢 呃 呃 这个 web login 不等于空 那么我才显示 那么就把谁给过滤掉了 把新浪给过滤 因为新浪他没有 图片 对吧 新浪没有图片 我们刷新一下看看 好 新浪就没有了 新浪就没有了 看到了吧 新浪就没有了 而且审核你看下原代码 原代码只有 一张yahoo的图片 一张网易的图片 就两个超连接没了 就两张图片 所以说第三张没有审核的 这个 藤文 藤文没有审核的 他未审核 他没有 但是我点击审核了 已审核了 我再刷新一下 大家看到 腾讯新闻已有 点击一下 就进入腾讯新闻 明白了吧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下面呢 我要显示谁啊 我要显示文字连接 那么这边有 要做个工作 是将你的指针 先移到什么 移到开头 不然的话就找不到了 好 移到开头之后呢 把这一段再复制一遍 就可以了 再复制一遍就可以 那这边呢 怎么写啊 叫等于就行了 等于就写式 那么其他都一样 那么把中间这一块去掉 因为是图片了 我现在是文本了 文本怎么做 文本的话就双引号 直接做啊 双引号 两个 两个 然后是 这边先加个 tap blank 然后这边加双引号 连接符 link rs 括号 cms cms 什么呢 嗯 lin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中间这块写什么呢 中间就是双引号 隔开 连接符 中间这块写 link rs 括号 cms 文本对吧 暂点名字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新浪一定有了 好 新浪已经有了 这么点一下新浪 一定可以了 连接到新浪 新浪嘛 对吧 网速好像慢了啊 不管它 一定连上去了 好 我现在把这个腾讯 没有超连接 我也审核 审核 审核之后 我刷新一下 好 腾讯也有了 点击一下 腾讯手也进去了 好 最后呢 做一下样式 padding 10px padding left 5px 好 把这个呢 同时给它 给这个也要 两边都空一点啊 两边都空一点 好 两边都空一点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边就做完了 行了 那这边中间 那这边中间自想空一点的话 你就这么来 来看啊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就直接这么来吧 下面的drv 上面的r padding 10px 看一下 好 这边都空了 那么上下空 你就自己调一调了 我就不调了啊 好 现在最后就是将什么 你不能无限制的写下去 比如说 我这个友情连接 我这个图片的 我只能显示五个 只能显示五个 那么怎么办 最多显示前五个 对吧 前面五个 那你这边做个变量 r 那么这边就说 下面呢 下面这块 每当循环一次 r等于r加1 那么给r做个初始 就在上面 r等于1 对不对 循环一次 r等于r加1 那么这边写 r大于5的情况下 如果r大于5的话 那么就退出循环 就这句话 那么同时呢 你下面也要用r对吧 或者用个g 我们就把r再等于1 就是循环结束了 r再初始化一下 初始化为1 那这边就写 我文字要多少 文字可以写很多个 我们就写10个 r大于10的话 如果r大于10的话 那么就退出循环 那么下面这块 在循环里面 还要等于r等于r加加 不然的话就没效了 对吧 r等于r加加 没有这种写法 没有这种写法 r等于r加1 r等于r加1 这样就可以了 不会有错 大家就试一试 做5个 看看是不是之前是5个 那么这边就基本上做完了 那么还有一点问题呢 就是申请这块 我现在就加上去吧 好吧 点申请 看一下 申请是link 加一个地址 我这边就不做注释了 地址是b填 这叫什么地址呢 网址 网址 网站网址 这边写叫weblink 没有则不填 没有则不填啊 这边应该是b填项 不能为空 那么这边还要写一下 weblink 等于request from 不等于如果weblink 这个不等于空 这个其实就不要不等于空了 对吧 直接的是这样子的啊 直接拿到 因为前面判断了weblink 不等于空的话 自端不能为空 然后呢 就weblink 前面7位拿到 不等于这个的话 我们就说 网址不合法 网址不合法 好 合法了之后呢 我们再填 我们再开头就填吧 cms 叫link 对吧 因为这个表 这个自端是后加的 我这边的命名 就叫link 好像 对吧 就叫link 那就link吧 其实前面加web比较好 行了啊 无所谓了啊 那么这边 单引号 点斗号 双引号 连接符 我们叫weblink 好 我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我们来一个文本连接的吧 文本的啊 好 先提交一下 自端不能为空 来个淘宝网 马云 logo地址 logo地址没有就不填 好 网址 网址不填 我看看 提交 网址不合法 对吧 那么来个网址合法的 淘宝 点com 提交申请 好 申请成功 回到后台去 点击一下 好 淘宝网 没有审核 我点击一下审核 刷新一下 好 淘宝网出来了 点击一下淘宝网 进淘宝了 好 那么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就讲这么多 最后还有个更多友情链接 就是说你点一下友情链接 或者点一下右下角做个更多 就把所有的友情链接你给循环出来 循环出来就可以了 嗯 现在这边好像少一个是吧 我们看一下 一审核一审核 腾讯新闻 丁磊的网易没有了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回事 是大于I大于5 就退出循环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于5 它只显示出两个来 刷新一下 你看只显示出两个来 第三个怎么办呢 没了 如果大于15呢 哎 三个全有了 对吧 但是大于15我们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说 大于5 你看I等于1 循环一次加1 循环一次加1 它至少能循环个四次 五次对不对 四次 对吧 I大于5 它就不行了 对吧 至少能循环个四次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这么来 以这种方法判断的是 显示四次 那么我们这样子 大家看 我在这里呢 先来一个 response 点white 把I给打印出来 R I等于 你看 来一个I 等于 点接符 I 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前面两个 I等于1 I等于2 然后腾讯后面才 I等于3 然后I等于4 I等于5 最后就打印出这个来 那么什么原因呢 这样子你再想一想 可能是这两个5起的作用 可能是这个5起的作用 所以呢 大家想一想 因为这个判断是空就不显示 但是这个I呢 还是在加的 在外面还是加的 而且在这 在这边判断的时候 只要是确就行了 根本就没有说到 它是空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错误 放在哪里呢 你应该把I放在哪里啊 放在这个判断里面 我们再来看看啊 放在这个判断里面 刷新一下 好 这个时候 I等于1 I等于2 等于2 等于2 I等于3 对吧 好 那么 如果等于空的时候 如果就是打印出一个算一个 打印出一个算一个 那么这个里面 我放在这里面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就是I等于2 等于3 等于4 就对了 那么就打印出5个来 行吧 可以了啊 或者你把这个调为0也行啊 调为0这边大于5吗 因为5本身不行吗 看我们把调为0吧 0啊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那么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于此而来 这边也调为0吧 那么当I大于10的时候 打印 然后把这个呢 加加呢 放到里面去 这样就没问题了啊 好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更多呢 就第三个 更多友情链接 我们就不做了啊 留给大家自己做 因为比较简单 好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